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余光 我們看到這一個禮拜的金周刊 又做了一個台灣小孩 到海外搶錢的故事 實際上金周刊追蹤了三個案例 有一個案例是 政大的商學院的高材生 他寧願到賭場去做河關去發牌 因為薪水差很大 幾乎是差了兩倍 還有一個案例是金融業的阿信 跑到香港出頭天 另外還有一個案例是 很多年輕人很喜歡的UNIQLO 實際上在東京的這一個當地 有一個台灣出身的店長 這個都是典型的年輕人 海外搶錢的人生故事 這個太陽花的這個學運的時候 這個太陽花的學運相關團體 有個口號叫做 自己的國家 自己救 現在對年輕人來講 恐怕這個人生更大的現實 叫做自己的薪水 自己救 如果你的薪水一直都不動如山 到底要怎麼救 我們今天有不同的人生故事 跟案例要分享 好 我們今天現場 邀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職場的專家 何啟勝 何大哥好 你們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第二個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這個一週刊 也追蹤了幾個大學生 這個年輕人搶錢的案例 其中一個案例是 這個還在念大學 大事已經自己創業打工搶錢的 王涵 王涵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第三個好朋友是 如果你到某夜市 現在吃到的這一個 芋頭炸的小丸子 實際上你看到的年輕老闆 他真的休學創業 明願在夜市裡頭擺攤 我們的芋頭的達人是 洪玉婷 玉婷好 主持人好 各位來賓好 好 第四個好朋友是 曾經在台灣工作七年 然後薪水不動如山 所以決定到澳洲打工的 澳洲打工的代表張家瑄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第五個是這一個 回到老家 做他們家的田 然後種澡子 那今天他也特別分享 他實際上除了做 這個水果的栽種跟澡子之外 他還開發很多加工的產品 我們的蜜澡達人 林偉聰 偉聰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再來是我們的 金舟看到好朋友 李建興 建興好 林光好 大家好 好 我剛剛講 太陽花的學運時代 那個時候 陳惠婷 林飛凡 常常穿一件黑T恤 叫做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那對年輕人來講 好好救你的薪水 搞不好更貼切更重要更實用 我們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新加坡張宜機場 新加坡張宜機場 是東南亞最重要的交通新柳之一 需要的人力當然也少不了 最近張宜機場 找人找到台灣來 疫情人員月薪上探5萬元 新年急身大花 曾在新加坡待過兩年 做的是賭場合觀 台灣人到新加坡 最常做的工作 大概就是精品業Sales 餐飲業服務生 還有化妝品專櫃桂員 薪水差距有點大 低的三四萬 高的可以到六七萬 不過在新加坡工作 可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 除了新加坡之外 中東的杜拜 則是最近崛起的 熱門海外工作地點 由於杜拜飯店越來越多 大部分台灣人過去 都是在飯店裡工作 常見的職業 包括飯店的客房門房 但薪水偏低 頂多四萬多塊 精品專櫃銷售員 薪水就比較優渥 業績好時 一個月可以拿十幾萬 你出國工作的話 還是要考慮說 雖然薪資表面上看起來很高 但實質可能當地物價 比較高到情況下 可能會吃掉你的薪水漲幅 雖然出國工作 是不少人的夢想 但專家提醒 如果在國外做的是 藍領階級的工作 日後回台 對履歷的加分效果 並不大 記者高北東 林曉凡 特別報導 建興 其實金周刊去年追蹤過 這個清華大學的高財生 後來跑到澳洲打工 從那時候起 這個全台灣的媒體 掀起了一波 到底為什麼年輕人 會變成台勞 要出走的 這一個追蹤報導 結果一追不得了 不是只有澳洲一堆人 新加坡也一堆 然後除此之外 香港本來就有很多 這一個台灣的金融業者 寧願到香港跟新加坡搶錢 你們再追 實際上會發現 各行各業 其實成功海外搶錢的案例 真的挺多的 真的是滿多的 我覺得剛剛林光講到那個 這個標真的非常勇敢 對 自己救 真的自己的薪水 你真的要自己救 真的 其實我們最近看了一個報道 就是一個統計數據 台灣的那個平均薪資還停留在 大概四萬六左右 可是你知道嗎 日本是九萬 韓國也有八萬 新加坡已經到十萬 而且日本的八萬 我必須要告訴您 各位觀眾朋友 就是說那個八萬 日本的那個九萬 他們的那個到年中 就是中金的鐘跟中寮的鐘 都會各發一些Bonus 他們日本的平均Bonus 大概一年還會有五到七個月 所以你這樣算一算的話 日本的大獄獎金這麼好 這麼好 對 台灣現在平均年總獎金 都常常只剩一個月 一個月 剛剛我們不是錄影前 還在聊一些還滿苦悶的一些事情 那你從這裡 當然你就會覺得說 其實為什麼我們年輕人 都要紛紛出走 而且我覺得年輕人出走 除了薪水低 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其實海外僱主 你們台灣的那種僱主不要 其實我們海外的僱主 非常的喜歡 非常喜歡台灣的一個員工 我舉一個例子 我這次去參與一個 日本的獵人口公司 來到台灣來爭彩 我就跟他聊 他就問我說 我就問他說 日本人真的那麼愛台灣人嗎 他就舉了一個本田的一個例子 他說日本的本田汽車去年 要爭十個工程師 十個工程師 他一開始也看不起台灣 先去泰國 先去香港 先去很多地方 去繞了一圈之後 回來最後一個 才給台灣人一個機會 結果這個人用了一年之後 他覺得很好用的 怎麼那麼好用 所以說他在隔年的時候 一樣要爭十個 可是第一站 就先來到了台灣 而且給台灣人留了三個機會 就最少是三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難怪我們台灣的年輕學子 在台灣找不到機會 可是到國外去 卻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個工作機會 都是可以拿得到的 不過到國外基本上 自己要具備很多能力 而且自己要勇敢的踏出這一步 那佳萱 你今年幾歲 我今年29 29歲 你什麼時候到澳洲工作的 我28歲去了 28歲之前你在幹嘛 我是在健身房當櫃台 櫃台 對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做櫃台工作 我大三的時候 就開始從打工的 然後開始大勢變正職 對 然後就一路做到 當兵完又回來 總共七年的時間在櫃台 同一份工作 同一家公司 你做了七年 對 七年來從你作為partime 到作為正職有七年的年資 對 薪水差多大 從2萬2到2萬6 那你為什麼要去澳洲打工 其實就是因為還是賺錢的關係 想說其實七年在櫃台的時間 然後在櫃台這個長期做一樣的工作 想要跳脫那個環境 去嘗試不同的生活這樣子 那你一開始去澳洲打工順利嗎 你有沒有打過黑工 有 我有打過黑工 那是這份這個資料 這個啊 第一張照片這個是 我在澳洲剛開始那時候 我只有帶 其實很誇張是只有帶2萬5左右的台幣 你帶著2萬5的台幣要去澳洲 對 然後就變成北包客 其實那是有一段經歷的故事 因為我在其實先玩了 結果把錢再玩完了 結果從那個泰國玩完之後 然後再去澳洲這部分 那這個照片是我在就是做黑工的時候 因為缺錢的時候 先去做一份黑工 那原本他跟我講 就你到澳洲已經快要花光繼續 對 然後就要趕快打黑工藏獻金 那這種黑工基本上就是臨時招人 是 那這一張照片留下了一個紀錄 導播我們特寫 這個是你本人嗎 這是我本人 然後你再釘一個 這個是類似釘釘子嗎 釘槍 然後那是在釘天花板 這個是釘槍 然後這個是釘子 然後往上看這裡是天花板 其實他還有一個手是沒有看到 因為我要扶著天花板 然後一手拿釘槍去拍的 所以你第一份打的黑工 以這張照片看起來 它其實就是一個工地 或者裝潢的現場的天花板 沒錯沒錯 那你就釘天花板嘛 對 你釘過天花板嗎 我沒有釘過 這個給你釘完 你沒有釘過 會不會不小心天花板就掉下來 之前第一天有掉一整片天花板下來 第一天的時候有 你沒釘好不是扎死 你自己而已 還會扎壞別的 那那個時候 看你年輕力壯就錄用你 他有講清楚說這個工多久 然後多少錢 然後你有什麼樣的待遇或者福利嗎 他那時候跟我講說一天120塊 奧幣 那時候這樣跟我講 然後後來到實際 一百二十塊奧幣大概是三四千塊台幣 因為奧幣那個時候應該跟美金差不多 差不多 二十六二七 對 那等於就是說 還有三千塊台幣還不錯 是還不錯 對 那講的時候是這樣 後來呢 後來等到一個禮拜我要實領的時候 變成八十塊 那這個講好的一百二 怎麼會領現金的時候就變八九十 你沒有吵架嗎 沒有 因為其實他是黑工 所以我們不想跟他吵架 重點是剛好 我就拿這份工作 這一筆錢之後我就覺得說 OK 那就我不做了這樣子 然後後來呢 就是拿這筆錢 然後有朋友要到一個地方 叫工作旅社的地方 那工作旅社的地方 他就是提供工作給 白宮的工作給所謂的背包客 但是他的所謂的住宿的價格 會比較貴一點 喔 所以你就找得到不是黑工的 對 那找到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 我們也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 工作旅社的外觀 你就打了黑工賺了一點現金之後 找到比較正式的工作旅社 對 那工作旅社的其他的夥伴是 就是這些都是我們的工作夥伴 其實那邊有各地的人 只是我們通常亞洲人 會比較跟亞洲人在一起 好 你在工作旅社後來找到的 比較白宮 比較有保障的工作 是什麼工作 在蘋果農場的部分 蘋果農場 對 就是現在看到這個農場 它是澳洲第一還是第二大的 前兩大的一個蘋果農場在澳洲 所以這個是蘋果樹啊 所以是蘋果樹 它當初在釣葉子秋天的時候 對對對 那請問你在農場做什麼 撿蘋果 採蘋果 還是採枝 撿葉 除草 這半年時間我從撿枝到摘果 摘蘋果的果實 它摘果是譬如說五個蘋果在裡面 那我拔到剩兩個 確保它的品質 我懂 把它比較爛的 比較沒有意義的摘掉 然後可能這一個樹枝裡頭呢 留下兩顆讓它長得又大又肥又壯 對 所以你在這個農場打了多久的工 半年的時間 所以這個就比較穩定了 那請問這裡待遇有比較好嗎 有 它一個小時是20塊 所以你算時薪的話 舉例來講 一模一樣的工時 如果八個小時 你已經有160塊澳幣 沒錯 160塊澳幣四五千塊台幣 是 那你六個月賺了多少錢 六個月我賺了將近快36萬 因為中間還包括 36萬台幣 對 那你什麼時候從澳洲回來台灣的 我是上個月 上個月回來 那上個月回來台灣的時候 還帶著多少現金回來 23...24萬 還留有20多萬 那這樣其實一年下來澳洲也吃喝玩樂了 對 然後20多萬不好意思 差不多你以前一年年薪 是 而且你以前一年也不可能不吃不喝不繳 所得稅不繳勞健保 對... 好 所以一年的澳洲打工的經驗 至少對你來講還不錯嗎 還不錯是還滿有意義的 那還會想要再去打嗎 我想去但是目前不考慮 因為我覺得年紀剛好跨到30歲 之後如果回來 跟一般的應屆畢業生在求職 在找工作會很難找 所以說我在長遠的那裡很小 那你這個月有在台灣找工作嗎 有 我這個月有在台灣找工作 順利嗎 我覺得還滿多問題在的 就是... 哪些問題 比如說應徵到一間公司 然後他就可能會跟你講說 他需要什麼... 一些保人的證明啊 還有那奇奇怪怪的要求 那我就覺得說 就算他薪水給我3萬 我都不願意去做 你現在應徵最高的薪水是多少 3萬塊 3萬塊 對 OK 你目前為止還在台灣繼續找工作 目前還在找工作 但是就是其實 我還是有可能還會回到 我們之前那間公司去 有可能啦 現在目前還不確定 就回到你工作7年了 那間公司 好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謝謝